记者黄建华高雄报道,郭姓男子去年建一名国中少女蹲在路边哭泣,一问才知少女上学途中遇大雨,没有带雨衣,郭南假装好心要骑机车载少女前往超商买雨衣,途中却大身闲珠手偷摸少女胸部,大腿,还企图抢吻,高雄地院一审将郭南一对未满14岁少女为谢罪,判刑十月, 可上诉,判决指出,有怯导前科的郭姓男子,去年六月一日上午七十二十八分许,骑机车经过小港区孔祥街,见当时未满14岁,穿过中校服的少女蹲在路边哭泣,上前询问后得知少女上学途中下大雨,没带雨衣,郭南表示愿意载少女去上学, 并前往超商买雨衣,少女原本不愿意上车,但郭南一再催促,少女才一指示坐上机车前坐,未料,少女上车后,郭南表示要带少女去便利商店买雨衣,路程中却以手抚摸少女手部,大腿内侧及胸部,抵达便利商店购买轻便型雨衣给少女穿上后, 又较少女坐在机车前坐在其前往学校,途中,再次抚摸少女大腿及胸部,到学校后郭南报少女下车并坐视要亲吻被躲开,郭南才离去少女事后在家中哭泣,被母亲问出上情,暴情歹人,高雄帝愿意证认为, 被告郭南利用A女被临时感受无助之际,假意帮助而对其猥亵,强害少女纯质心灵,影响其身心健全之发展甚至,借未雨被害人和解,将郭南一对未满14岁少女猥亵罪,判刑十月,可上诉。